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军方面 日本不但采购了美国的F-35战机 而且把生产线都搬回国内自己生产 首批的42架已经有7架交付 时间不过一年 速度相当之快 未来 日本至少会装备100架的F-35战机 这样的空中力量别说亚洲范围内 拿到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如今的日本 也就只差核武器了 但是几乎所有国际都承认 日本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只不过碍于美国老大的态度 不敢造罢了 美国对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有两手 一是控制 一是利用 无论是控制 还是利用 目的只有一个 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让日本军力有一定程度的松绑 让日本在全球配合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伤亡 如珍珠港事件 硫黄岛战役 冲绳岛等战役 可以说美国在日本手上也是吃过大亏的 最后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 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美国深谙日本的实力 所以一直在日本驻扎军队 虽然美军部署的军事力量还有着其他战略意义 但对于日本还是有着很大的威慑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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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